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蒙不过家 不是振振不露响 欢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门大 今天这个大盘 开地之后辖幅度的震荡 收盘小跌25点 那昨天我说过了 针对指数的部分 在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基本上我认为要再大涨的几率 也没有 那大跌也不会 所以简单的说 昨天我跟各位讲过 如果是针对指数的部分 暂时先把资金留着 等到什么 等到这个行情 将来整波涨完之后 再来做空 要做多一定是要等拉回 因为在这个位置也没有太大的利润 所以 昨天跟各位谈的 一样 重点 在未来这两三个月的时间 都是一样 先把指数放到一边去 怎么样 先掌握肋骨轮动 比较重要 那基本上 主力在琢磨的也是在个股 也不是在指数 指数来到这个位置 我认为短期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 往上往下都一样 好 那掌握肋骨轮动 比较重要 讲很简单 做起来就不容易 事实上 你要去掌握肋骨的脉动 坦白说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所以我说过了 掌握肋骨轮动 从肋骨轮动 这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而已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如何去掌握 不是说肋骨轮动轮动 你就轮动一定轮动得到 那这礼拜 从礼拜一 我们就告诉各位 基本上 短线 轮动到的肋骨在哪里 在太阳能族群 对不对 我从国座开始跟各位讲 从属于太阳能相关的什么 上至 这个都是一个整个族群性的 所以到今天我们也可以发现什么 我们可以发现说 强势的也是在这里 也是在整个太阳能族群上面 就垫子的类骨里面 整个族群 这个叫做类骨 一个类骨 才叫做类骨轮动 对不对 所谓的类骨轮动就是一个类 太阳族群 太阳能族群就是一个类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段时间 不管是太阳能族群哪一档 这是6月9号 除非 除非 你在6月9号这一天进场 你才有怎么样 才有利润 而且才怎么样 才不会浪费掉时间 所以我说 类骨轮动 时间如何去掌握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不是用猜的 也不是凭感觉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透过工具 所以简单的说 虽然 是一个类骨轮动的格局 可是各位同志朋友 那个timing 时间点要拿捏 也要拿捏得很好 你没有发现 从我跟你讲太阳能 太阳能就开始涨 对不对 我之前放空太阳能的时候 太阳能为什么不涨 我之前放空过谁 茂迪嘛 对不对 记不记得我放空到茂迪 我放空茂迪 我补完之后 它才上去嘛 我是在 好像是在这一天哪一天 我补的我忘记了 我放空茂迪的时候 它不涨 所以太阳能族群 今天是整个族群 轮动到什么 轮动到茂迪嘛 那不管你前面买在哪里 在这段时间你买在哪里 都没有利润嘛 国硕也是啊 这一样的道理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虽然是掌握到 掌握类骨轮动 那个时间点的哪里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是随便能啦 都赚得到 盘 虽然那器 大盘虽然在涨 可是 你 没有在一个 适当的时间去买对股票 指数涨跌 其实坦白说跟你没有关系 我们用简单的对照嘛 这是国硕的高点 我们用国硕来讲 3月6号在这里 大盘在哪里 大盘在这里 那大盘从这里开始下来之后 又涨到这里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段时间的国硕是往下 往下怎么样 是往下跌 它不是往上涨 以国硕的高点 是不是在3月6号 3月7号这里 对不对 3月6号 对不对 不是只有国硕 相关的太阳能族群 大概都是在3月份见到高点 那见到高点之后 往下修正 那大盘呢 大盘是往上涨 电子指数呢 电子指数也是往上涨 可是太阳能族群它并没有 它是不是一直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礼拜一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整理结束的起涨 它才怎么样 才开始涨 对不对 这段时间它都没涨 到什么时候 到这里 这个是哪时候 这个是我跟各位讲 这是国硕 这是哪时候 在这一天我们把镜头拉近给你看 把镜头拉近 这一天是几号 6月9号 6月9号这一天 镜头拉近 这是不是6月9号 是不是国硕 对不对 到这一天才开始起涨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同样的时间点 国硕是在3月6号建高之后下来 然后开始怎么样 开始从47块跌到32块也跌15 15块也跌不少 那这一段时间你不管 买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你都是套牢 甚至还赔钱 只有在什么时候 只有在6月9号 这一天我告诉你 这个是整理结束的起涨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这个叫整理结束 为什么这里不是整理结束 这里不是整理结束 一直到这一天 还真正整理结束 那个不是没有原因 那我告诉你整理结束之后 它才开始怎么样 一直往上涨 对不对 所以我说肋骨轮动 听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在操作 有没有那么容易 坦白说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说要去掌握肋骨轮动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看得懂 就像我跟你我们的标题一样 要做多做空都是念头 指数在涨 理论上是做多 可是如果没有在对的时间点进去做多 一样浪费时间浪费子弹 指数在涨 你也未必赚到钱 好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这是汉维科 好这是汉维科3658的汉维科 我问你一个问题 汉维科为什么跌停 汉维科为什么跌停 一样的道理 各位楼资朋友 它的高点在哪里 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阶段 汉维科的高点在哪里 在4月8号 对不对 4月8号大盘的高点在这里 上去之后下来又创新高 4月8号的电子指数在这里 上去之后下来之后又继续往上涨 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汉维科的高点是在4月8号 它下来之后再上来测试一次高点之后 接下来电子指数涨跌 基本上都跟它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好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怎么去判断 你怎么去判断 为什么它今天会出现跌停板 我们简单的说 它在5月12号 5月12号这一天 就已经怎么样 就已经出现什么 就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什么叫结构性的变化 我让各位看 你就了解 好我们现在把电脑 我打到汉维科给你看 3658 这是汉维科 对不对 这3658的汉维科 这一段的长势 这一段从2月11号开始 2月11号 我们把镜头拉近给你看 日期给你看 这是2月11号 这个是多 这个是多 这是一个多的字 你也看得懂 对不对 好 同样的东西 我们来做比较 2月11号在哪里 好 2月11号这一根 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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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1号这一根 这一根 这一根为什么它会开始长 这个跟什么 跟我礼拜一 跟各位讲国硕的道理一样 国硕6月9号礼拜一 是不是整理结束的起长 对不对 所以呢 国硕从礼拜一 整理结束的起长之后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到今天礼拜四 每天都有高点 这档股票明天不要追 因为它上来这里有个短压 我只是先跟你讲 虽然它短期的足距 但是这里有个短压 那个我认为一次过的几率不大 你现在要锁定的 你不是在进场这个了 你要去锁定 接下来的肋骨轮动 会轮动到谁 那个要 接下来是锁定这个 以国硕我来看 再上去的话 这里有 45块这里有套劳麦亚 所以一次过的几率不大 所以这场股票短线不适合进场 拉回能不能进场 要看它结构有没有改变 我们以国硕来讲 那回到我们刚刚谈的汉维科来说 汉维科它是从2月11号 2月11号这一天 我刚给各位看的 是不是这一天2月11号 这一天是不是2月11号 这个是不是一个起掌的位置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对照给你看 现在是汉维科 把镜头拉近 这是汉维科 这是2月11号 对不对 从这里开始 开始进入长势多 颜色红色的就表示它在长势 长到这里 好我们把镜头拉近给你看 都把镜头拉近 这有两个解码讯号 这两个解码讯号表示什么 表示它要进入整理 好它在整理的过程拉回来 黄色什么意思 表示它拉回测试支撑 测试支撑完之后呢 红色的表示什么 表示它整理结束 整理结束又开始涨 再去创高 好创完高之后又出现黄色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它拉回整理 对不对 这个红色的又是结束又往上 又往上怎么样 又开始涨 好涨到这里这一天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出现一个空的讯号 这是不是一个空 这是不是一个多 对不对 简单的说 国硕的涨势 不是汉维科 汉维科的涨势从哪时候开始 从2月11号 涨到哪一天 涨到这一天 出现空的这一天 空的这一天 出现什么 出现卖讯 好 从这里2月11号到这一天 这一天是几号 好我给各位看 这天 好我们来对照日期 日期是几号 5月12号嘛 对不对 好5月12号出现什么 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这一天 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好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完之后 就我刚刚告诉各位的嘛 是不是5月12号就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为什么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因为很简单嘛 它这里是趋势的 整理结束的买多讯号 对不对 到高档出现解构整理 整理完之后再涨 涨完之后 到这一天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完之后 表示什么 表示它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一整个波段长完了 没有卖最高 但是肋骨轮动也好 波段操作也好 你统统掌握到了 好接下来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之后 各位同志朋友 这个反弹 这个弹 你来看 我拉近给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这上面有什么 这个反弹 它是不是连压力都站不上去 这个叫短压 这个有价钱 这个叫短压 所以是不是你在肋骨轮动的过程 不管是高价也好低价也好 你完全都能掌握到 而且怎么样 你去操作汉维科这一档股票 从起上进场到这里 一个波段卖出 接下来没有任何的买进讯号 我们把镜头拉近给你看 有没有任何买进讯号 你不仅怎么样 不仅掌握到肋骨轮动 而且波段你有沒有做到 你也完全都做到 是不是 所以说 汉维科 往下打 今天跌停 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你甚至于要放空你都可以 所以这是不是我常讲的 不是做多一定赚 做多做空 这个都只是在一念之间 重点在什么 重点要看得懂 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这样子的工具简简单单 能不能帮助你看得懂 能不能帮助你看得懂 我想它没有很复杂吧 是不是 最起码这档股票你看得懂 一个多空的循环嘛 对不对 这今天翻多的 这个每天都有 你刚刚都有听到声音 对不对 我们电脑会自动筛选 帮你选出来 今天翻多的 有什么样的股票 今天翻空的 有什么样的股票 你完全都不用去担心 每天上市上柜有一千多档 不是只有几十档 也不是几百档 你如何从这一千多档 里面去掌握到什么 掌握到我刚讲的 肋骨轮动跟什么 跟一个波段的操作 有波段它会让你转波段 没波段你可以掌握到什么 最起码你也不会受伤 是不是 G3176 你有听到声音吗 这档的也有 我们镜头拉近给你 你看 翻空的也有 翻多的也有 这个电脑它会自动帮你筛选 完全你都不用担心 同样的道理 你如果有汉回科 我刚讲的 5月12号它就会通知你卖出 5月12号通知你卖出 你就不会怎么样 你就不会套牢 这段时间你都不会怎么样 都不会进场去买 不会去买 所以这段时间 这个大盘 往上 电子 往上 可是呢 你如果买到汉回科呢 它有上 但是这个上 有没有结构性的改变 有没有起涨 没有 所以它上完之后 为什么会再往下 这个通通都不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刚跟各位讲过 未来的两三个月 都是属于肋骨轮动的格局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如何去掌握 然后呢 有没有去波段 你能不能掌握得到 你的不管是你的技术分析 或者是你的看盘软体 我请问你 你能不能很轻松的去看得懂 这个才是重点 不然行情往上往下 坦白说跟你都没有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增加广告 马上回来 这很强 细致密网 引富玉 卡位名声细致线 捷运三分钟 商圈环四周 中兴路繁华身段 商圈正中兴 新东区智货首全 中兴路密网 智货一至三号 引富玉 2694-6111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鵝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打鼓也是代用 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 多空都只是一念之间 重点要看得懂 股票涨完就会跌 跌完就会涨 永远都是在多空循环 那现阶段 现阶段就是什么 就是肋骨轮动 那肋骨轮动 你也要去掌握 也不是用猜的 我告诉各位 接下来就是生计 那生计 生计怎么去掌握 因为接下来有生计展 包含下个月 这个月下个月都有 所以后面你值得去留意的是生计 好 我已经告诉你生计了 好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这个一个波段 如果有波段 你能不能去掌握 鸡啊 鸡啊 到今天 还持续怎么样 以收盘价来说 收盘价是创波段高点 好 那收盘价创波段高点 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涨 让各位看嘛 基亚在这里 这个是今天翻多的 你一定是先从什么 短线翻多 不用看个股 你有兴趣的 你自己拿回去用 我让你看一天有短线 还有波段 你也分辨出来没有用 我告诉你拿几档 今天翻多没有用 对你没有帮助 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波段 还是短线嘛 对不对 那基亚翻多 是从哪时候 从这个时候 在这里 这是1月22号 1月22号 刚给各位看 一样是多嘛 很简单 这是不是基亚 1月22号在哪里 在这里 这里是190几块 那这中间的过程 你有没有看 一样我们拉近给你看嘛 对不对 只有减码之后 整理 整理完之后再涨 减码 是不是高档减码 他整理 整理完我刚跟你讲过嘛 红色的表示他开始进入涨势 黄色他又进入整理 然后红色表示什么 表示他整理完 继续往上涨 是不是 所以你是不是从 一个波段 这样子很简单 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 你可以赚到什么 赚到1.29倍 你买到了 你就不会只赚短线嘛 所以我说的 除了肋骨轮动之外 你还能掌握到波段利润嘛 是不是一档就够了 你管我软体值多少钱 多少钱对你来说都划算嘛 是不是 你觉得软体很重要 多少钱很重要吗 国序 今天减支啦 你怎么会知道他今天要减支 谁晓得 没有人晓得嘛 但是各位同志朋友 一样的道理嘛 这是国序喔 你来看喔 我们把镜头拉近 这是国序 它从哪时候开始出现买讯 你来看这个多在这里 这里几块 这里11月28号这个多 这中间有没有任何卖讯 没有 只有减码整理 减码整理 有没有 减码之后整理完之后再涨 今天跳工9万多张因为他减支 谁晓得 没有人晓得啊 对不对 没有人晓得有这个利多 才会有9万多张的买盘嘛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同样的股票 你有沒有发现 没有任何的卖讯 你是不是一样 一个波段 简单 好用 而且怎么样 可以赚到大钱 有兴趣的 随时欢迎你 肋骨轮动的时间 不会剩很久 要把握 有兴趣的 欢迎你来公司看 或者是跟我们助理人员下询 时间关系 跟各位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什么 我的网锅被设定成分级付款 照我的指示去ATM解除就可以了 千万别上当 你是 我来教你房价三绝招 别听他人实施操作 那是要骗你 ATM只能转出不能转入 没那么好看 ATM不能辨识身份 没这么聪明 谢谢你教我房价三绝招 三大绝招so easy 金融照片眼淋淋 行政院金管会关心您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多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勿惠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投顾 投顾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 无分珠 无分珠 快够好 我拍清明